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繼續我們發達趕場環節 新的嘉賓人是郭Sir 先看看內地股市 都叫轉跌為升 相徵指數現在最新升1點 2711點 而滬深300指數升7點 2970點 而深圳城市升58點 11551點 見到港股亦都是掉頭回升 升31點 23150點 而國企指數升26點 12987點 成交111億 要和大家看看十大成交金額的情況 見到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十大那裏見不到有匯豐或中移動這些傳統的重磅股 反而第一位是493國美電器 暫時沒有起跌 最近3.04元 不如和郭Sir談談 見到國美之前公佈了業績 表現不錯 市前亦有兩手大手成交 涉距的金額接近1億 問一下郭Sir 國美情況如何看 今天為何可以上榜首成交金額 最重要是業績 首計的順利5億5千2百萬 增長了66% 這個可能是零售市場進一步向好 最重要一點就是 國美股價持續在年內 都是一直整顧不變的 近日開始有些少許 技術上的突破了 不過比較關鍵的 大家要看高位 11月11日曾經有3.38元 一天未能夠突破這個高台 任何的上升 都只不過是上落市 當然以現價來說 估值不算很高 事實上在零售板塊中 現在比起21倍市盈率 我自己覺得 內地龐大的市場 其實有利國美進一步拓展 不過最重要注意的是 牟利率是很低的 可能只有很小很小 未必是1、2、3%左右 面對租金或者工資不斷上升 這方面都有一定的壓力 最重要就是營業瓦 龐大的消費市場 其實是有助於銷售的情況 進一步改善 看回剛才第一季的增長 已經顯示到 內地的一個零售市場 並沒有受到股市不明朗 也沒有受到 政策的調控所影響 相反來說 一些酒樓食肆 或者其他消費場所 仍然的消費是相當刺激的 早前我曾經上個禮拜 前個禮拜六 我去過武漢 其實武漢以前是一個比較窮的地方 但這次我去看的情況是完全不同的 據我朋友所說 我自己也去過 他說有一個飲宴 飲宴的地方 是五萬平方米 你知道五萬平方米是多少嗎 差不多是五十萬呎 我就問他 一個酒樓有甚麼可能五十萬呎 你有多少張桌上不是 那裏是放了很多飲宴廳的 我就再問 那麼多飲宴廳 那麼大地方 你哪有生意 他說錯了 如果我今天要擺一個 婚宴或者擺一個仇宴的話 我要排到明年了 可想而知 裏面龐大的消費 是相當相當驚人的 當然之 相對國美來說 其實股價是好事好了一點 但是 如果在零售的層面 或者消費層面 他不算很突出 你試試拿銅鋼 唐弓來給他 上市之後 在一些 買盤主導之下 已經升到差不多一個雙倍上去 相對來說 飲食業當然是 調控的政策 就算怎樣行都好 好像你叫隻雞 或者叫條魚 都沒有價格的 規範你 不准你多少錢多少錢 因為純粹是消費市場自己決定的 你貴太貴 就沒有人幫襯你了 但是對國美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說真的 踏個順方之一根下 就沒有相關 不過 剛才我提到了 三角三和八 是一個早前的高位 一日未能夠突破 在這個三角三和八之前 不可以抱著太大的憧憬 唯一要說 現在這個價錢 其實 下跌的空間相當有限 因為兩個六號二 和兩個秋九的防守性 都相當強 細駐買就沒有相關 太重駐 太大駐的話 在6月份 如果市有一個轉角市的話 我想 未必會跑人其他成份股 郭Sir 我又想跟你談一下 看到本地的零售股 表現就很好的了 內地方面的情況又如何呢 如果內地的百貨股 看到今天股價 其實都算是這樣的 一起看看股價 最新的表現 看到華人創業 跌5仙 做31.05元 百姓升成3% 11.5元 升3.4元 貿易國際升2仙 做3.92元 銀貸百貨也升 接近2.5% 13.18元 升3.2元 英雙貿易方面就升4.3% 19.9元 升8.2元 連帶隻 利福 1212 都是升超過2% 做22.6元 郭Sir 其實內地的 銷程情況又是怎樣呢 香港那麼多內地遊客 來了 香港已經帶動到 本地零售股那麼好 內地方面那麼多客人 都沒有下來香港 情況會不會更加好呢 消費真的很蓬勃 事實上來說 龐大的財富效應 在消費市場 不斷發揮它的作用 大家記得 中央希望經濟 持續補8 補7 出口又不行 一定要靠消費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 過去幾年雖然提升銀行 準備金加息 但實際上內地的樓價 是平穩的 是有少少個別 跌了一點 但是整體來說 都是平穩的 沒有出現一個硬著陸的情況 因為 資產價格的穩定 是有利於 財富效應的增薪 財富效應的增薪 亦有利於消費 最終得益的 更是消費市場 其實那麼多零售股來說 我始終看得最好 都是291華人創業 第一就是 股值方面 不是貴得13倍的市盈率 其次來說 它走的發展的路向 是很正確的 因為大部份都是超市 正正是 吃正的那條水 當然知道 豬撲手飾 化妝品 賣鑽戒 賣手錶 都一樣有龐大的 消費效應 在這裏 但如果你說 吃那方面 差不多天天都要 天天都需要 光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說 真真正正是 村流不適宜 最多消費的地方 或者人流最多的 應該在哪裏 就是 一些超市 早前 4月份 4月30日 我曾經帶過一團 上去上海 我們去過當地 一些比較龐大的 超級市場去行 其實 人流多到 不得了 不得了 排隊給錢 都要 幾分鐘 環養創業 現在股價在31元 在水平 如果 看看技術上的走勢 我放大圖給大家看看 早前有口價是26.7.5元 另一口價是27.4元 這已經成為高低腳色的雙底 在那一刻開始 2月份的市 到現在為止 市早前曾經見到 22,519點 相對2月份的低位 22,123點 是差很少幾百點 大家看看 華潤創業的股價是怎樣 是根本上一直是高期 咬著30元左右的水平 即是優於大事 甚至強於大事 不過當然 比較重的阻力位 都是介乎33.5元 34元這個區間 要突破這個區間 才能夠正正式式 重展新一輪的中期升浪 在這一刻曾經見到口價 碰一碰33.5元 馬上回頭 因為這個 是早前的密集區域 這個阻力應該是相當大 看看成交金額也是不小的 有不少貨綁在 但無論怎樣都好 直到現在這分鐘 由2月3月4月到5月開始 它的走勢 是一路向上走的 如果由這裏劃一條線上去 這裏是一個中期的上升軌 當然這裏劃過來 是一條阻力位 如果連一條中期上升軌 就形成一個 上升三角形態 比較大的阻力 真的是34元 如果有一天 它能夠突破34元的話 我相信有機會挑戰去年一個高位的 是34.8元 這個其實不是差很遠的 這個去年是9月28號的高位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應該上網38到40元 以現價來說 可以作一個中線的級 如果純粹是短炒的 就放下止蝕位 這個分鐘如果要放的話 5月13日會有口价是29.6元 當你29.5元 如果跌穿29.5元 你就指示算數 輸贏也很有限 謝謝郭Sir 都要申報一下 剛剛說股份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就有問答的環節 歡迎各位觀眾 打電話來 電話號碼 204-6566 傳電郵給我們 ASK BSTchannel.com 看看恆指 升43點 23,161點 而國企指數升34點 12,995點 成交有127億 先閃閃 稍後再見